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一开始先来关注外电消息 首先持续关注夏威夷 基劳亚火山喷发的后续消息 目前当地地震 依旧是不断的 地面上还出现了许多裂缝 这些裂缝不断喷出熔岩 而且熔岩还四处的流窜 破坏了民宅区 画面相当的令人震惊 画面中看到 上层降温的熔岩变成黑色 但是上千度高温当中 火山持续冒着火 熔岩缓缓的往前流动 烧掉路面上的汽车 连民众家门口的铁栏杆 草地 树木等等 所到之处全都覆盖在滚烫的熔岩之下 甚至房屋也被烧毁 研究人员表示 基劳亚火山的喷发活动 还不清楚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也是美国看到货船起火的意外 阿拉巴马州西南方的河岸 有骚在有废金属的货船失火 幸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火势造成的浓烟直冲天际 消防人员不断地洒水灌旧赶紧灭火 美国海岸警卫队就表示 起火的时候 货船的员工并不在船上 所以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也没有对附近的水域带来污染的情况 只是起火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镜头来到非洲 非洲国家肯亚面临20年以来 最严重的淹水灾情 这几个星期已经累积了超过100人死亡 还有20万人无家可归 茅草、土墙盖的房屋 全部泡在黄色的泥水里头 沿路触目所及全部是一片汪洋 肯亚发生2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重灾区是南部的县市 有好几万人口流离失所 坏消息是 接下来的天气预测显示 当地还会继续再下雨 而且情况还会再度的恶化 目前肯亚有许多的医院 还有药局都泡在水里头 救援单位像是红十字会 赶紧提供行动医院 不过有许多的道路 因为淹水的关系是中断的 车子根本是到不了的 这几年各地陆续出现的 天坑而且形成的原因 多半是不清楚 中国大陆去年底还发现 绵延超过200公里的大型天坑 目前正透过科学家 先了解里头的生态之后 还要进行解密 茂密的植物 高低起伏的地势 研究员为了探究其中奥秘 跨出勇敢的步伐 把洞穴的问题进一步搞清楚了 反过来可以我们推演和进一步的 考证天坑形成的各种形态和原因 以及下一步的走势 一群探写家在中国大陆陕西省 和中地区 发现一连串被称为天坑的大型坑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研究员 组成一支团队 调查坑洞形成原因及生态 据了解 超过5000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有50多个天坑 让全球天坑数量增加到217个 其中两个是直径超过500公尺的超级天坑 过去坑洞主要出现在北纬24到31度的地区 陕西省这些天坑纬度更高 是目前位置最北的坑洞 颠覆了科学家认为天坑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 高原斜坡及熔岩高原地带的看法 也改变之前全球天坑集中在赤道高山气候 低纬度湿润气候的地理分布格局 主要是来取一些水样 通过水的研究 来了解整个坑的形成的演化过程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这些天坑没有收到人为干扰及破坏 考察团队发现不少植物和动物 要针对各个坑洞之间的关系展开探测 预计到5月10号结束采样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 国际间的新闻重点还有 叶门祸乱疫情是持续的蔓延当中 目前靠紧急施打疫苗来进行补救 一起来掌握今天的国际大小事 叶门国营电视台报道 沙烏地阿拉伯联军空袭首都沙纳市中心繁忙地区 攻击反抗军青年运动的秘密会议 造成6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2015年开始的战火 叶门百废待举 过去一年半来 霍乱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首度展开疫苗接种 460万剂疫苗 在南部雅丁市的4个地区 第一波为35万人施打 美国总统川普推文 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点 台湾时间周三凌晨2点 会在白宫宣布伊朗核子协议的决定 2015年签署的协议 今年5月12号就到期 川普先前暗示 除非做修正否则会退出 此话一出伊朗不甘示弱 这是伊朗无法想象痛苦的事 一定会让美国后悔 欧盟也施压 重申会遵守伊朗核子协议的承诺 耶路撒冷的市政厅架设起路标 以英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标示 通往驻以色列美国大使馆的方向 下周美国大使馆就要迁到耶路撒冷 5月14号开幕 白宫说美国总统川普不会出席 以色列声称耶路撒冷全城是永久首都 巴勒斯坦要求拥有东城 历史纠葛还无解 巴拉圭跟随美国和瓜地马拉脚步 5月下旬就要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电影变形金刚的情节真实在日本登场 3.7公尺高1.7顿重的蓝色机器人 有49个连接点从头到腰部动起来 一分钟之内就能变成一台两人坐的跑车 花了三年时间打造机器人史上第一辆的变形金刚 使用离电池变机器人之后走的时速30公里 汽车模式时速60公里 目前使用在乐园或游行中 大约新闻 许树妹编译 焦点回到台湾看到这起意外消息 高雄市林雅区一处社区大楼 昨天下午发生公安意外 有三名水电工人在修理地下污水设备的时候 疑似水槽内的流化氢超标 导致工人受困中毒死亡 辞济志工接到消息后随即启动关怀 家属包着小孩冲进急诊室 期盼能等到一线生机 无奈多次进出及救世后 脸色越来越凝重 天真的小孩一脸茫然 大人泪水再也止不住 原来他们的亲人在进行污水管维修时 疑似流化氢中毒 救护人员从污水潮将他们揪起时 已经没有意识失去呼吸心跳 氧气20.8 流化氢那边是30 检测仪必必作响 劳工局紧急到场检测 发现污水槽的流化氢 近超标三倍 污水经过细菌的分解 它会产生这个东西 就是流化氢 它就是一个污水池打开来 没有做一个通风排气的状况 直接就进入这个污水池 造成他们有这个中毒的这个部分 消防局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 所有工人适中到场时却找不到人 后来在污水槽内发现三人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水深大概是一米 那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人员已经是趴在 有的沉在水里面有的趴在水上 那我们的人员在假梯跟用绳索 一个一个把他们带上来 此期志工也道运关心 继续关怀还是尚未问津 那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如果他要需要我们再帮忙什么 以后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怀 念佛护送往生者上救护车 志工也回到殡仪馆进一步了解 希望能及时给予家属协助和依靠 大爱新闻潘云正叶宜林高雄报道 梅雨封面报道 台湾西部还有南部终于盼到了雨水 很多人都希望这波降雨可以舒缓水晴 因为像是真文水库 蓄水率只剩下5%左右 偏偏不只缺水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用电量也增加了 电力跟着拉紧报 像是昨天用电量创下今年的新纪录 而且还亮起供电警戒的橘灯 5月春夏交界 太阳不是太浓烈 但却相当温热 台灯温度飙升到37.4度 创下今年最高温 台北板桥淡水也都来到34度 用电量更是惊人 统计到下午6点 用电量高达3276.2万千瓦 创下今年用电记录 亮起供电警戒的橘灯 目前我们的背转基本上就维持在5-6%左右 这一个供电的一个背转 目前看起来是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橘灯 有可能是黄灯这个边界 即使对我们供电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余度是还有的 加上台电还有部分机组正在碎修 等完成后将加入供电 用电问题渴望得到缓解 但南部的水晴却令人担心 目前主要供应农业用水的增稳水库 和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只剩下5.5% 和40.7% 台南 高雄还有澎湖地区 目前的水晴都是绿灯 那就是水晴扫尽的 考虑到目前正是这个稻作 第一期稻作它的结税期 因此我们最近有关农业结税的部分 是改为供期停期 等到月中稻作收成完毕 将停止农业供水 此外水利署也将趁着周二封面道 在水库集水区上方实施人工增育 希望减缓南部的水晴 大家新闻雷雅简缘集台北报道 回顾历史 13年前的今天是台北慈激医院 企业的日子 这一路走来有许多的志工 还有医护的护持 像是铺连锁钻 有的人甚至是从年轻坐到老 始终坚持出发心 正言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当中 就特别的赞叹 这条菩萨道之工们走得很踏实 也发挥了生命价值 今年把旧的地震拿起来 重新洗涮过 违言辞诚 很感动的 我们的医院的院长 于是 护士 我们前院的 有一两百人 铺路 院长也说 有参与才知道 过程都很辛苦 是啊 铺庄都很辛苦 何况起造得一惨一往都是很辛苦 所以每天的回顾事多感人事多 看到了我们自业体 所有的主观 在领导任何一个自业 都是这样一身作者 托入通甘共苦 去感受 感受过程的 不简单 再过几天 礼拜天的时候就是佛誕节 但您看到社区育佛 展现简单 虔诚的人文之美 这是在新竹 当地有两场育佛活动 志工们安排了凤茶 还有蔬食 以及环保推广活动 虽然育佛典礼下午才举行 但慈祭志工一早八点就到 就聚集在新竹县府前广场布置 今年竹北的玉佛典礼 又从社区改代了以前的户外场地 这几年来 慢慢地小心玉佛 他参与的人数按地点受限 所以我们很需要 当初那一份的出发心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的法亲 都要很欢喜地来承担案参加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用 本身的欢喜心性影响贵重 在夕阳来临前 民众玉佛洗礼心灵 庆祝三节合一 志工也在玉佛场地周边 设置环保和素食的推广摊位 因为家里比较多吃鱼肉 渐渐地我们会 从实际在我们的素食里面 让我们用很天然的食材 改变了 慢慢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 而在竹客附近 志工利用公园 举办了一场小型温馨的 玉佛祭孝勤活动 我女儿亲手端了一杯茶给我喝 我就觉得很开心 能把他们带到这个会场来 看到这么多有心人 在做这些事情 影响整个社区 大家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奉茶 不是很严肃 不是很严肃 然后希望有一些亲子的互动 然后让子女知道说 原来爸爸妈妈 是这么辛苦地照顾他们 燃起他的那种 对父母的尊敬还有恭敬心 传播爱护地球观念 此情结合时下最流行的桌游 带动小朋友一起落实环保 藉由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跟来参与的贵宾 尤其是小朋友们能够了解 如何用具体的行动爱地球 将环保的观念带入生活中 佛誕结合孝亲 感念亲恩也沐浴佛恩 达新闻之上的志工先主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 用虔诚的信念朝山 迎接慈祭52周年庆 昨天有1200多位的志工 他们分成三条洞线 在花莲静思金社朝山 这当中有超过100岁的志工 还有好几位来自马来西亚的 慈祭人 虔诚唱颂 道气庄严 来自台北区 屏东区等 1200多位慈祭志工 回到花莲静思金社朝山 散步以跪拜迎接慈祭52周年 也有主着拐杖的菩萨 即使无法跪拜 每个弯腰慢慢发戏 千位志工分为三条洞线 即使汗流浃背 还是坚定向前 其中有九位马来西亚志工 特地飞越3000多公里 回到心灵的故乡 拜的话都有一路发愿 就是希望国泰民安之类 国泰民安就是灾难越来越少 趁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多借经商人 希望法亲家人都平安 队伍里还有一群菩萨 头发白苍苍 年纪大却不落人厚 像是慈祭志工蔡宽 老当益壮 高龄101岁不喊泪 实在是很幸福的 吃到百贵 身体也很健康 所以肤苗不控告 人心做 千任其部共转法轮 这群志工也将留下来 协助52周年庆 更坚定走在菩萨道上的决心 大海新闻 谢云山刘洪志 华联报道 纳吉斯风灾之后 慈祭生根缅甸 协助农村的孩童上学 还开办了客服班 在客服的班级当中 有小朋友每回上课的时候 都要走路将近20分钟的时间 但是他说 到这里上课 就是他的快乐时光 多久不见 您好 客人 你看 一落瓦底江水飞温了土地 绿色稻田绵延不尽 闻到风里有清草的清香甜美 横过田是条细细的泥雾 车过不去只能徒步 那是通往怀斥家的路 像真龙一样的40度高温 怀斥顶着列扬 在笑完慈悸开办的 静思与课后 得走20分钟路程回家 这路上坑坑巴巴 他三步并两步没停下过 因为有人等着他 我认为了这种肖子 这种肖子的都是 大胆 这种肖子的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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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认为了 一般来不吃了 这种肖子的肖子 他和你一家的肖子 我认为了 我们有一个肖子的肖子 你喜歡的嗎 外婆是懷季唯一的親人 媽媽不在了爸爸失蹤 養大她的外婆中風 樂代季學納吉斯登陸那年出生 挺困了風災卻抵擋不了人生的挑戰 媽媽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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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不在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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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原本靠賣豆子養孫 中風後沒了收入 慈禁沒接觸前 祖孫倆三餐考慮去接濟 村民間縱使願意分享 但這村大家普遍不好過 難免餓餓死 媽媽不在了媽媽 這家人菜 媽媽不在了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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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家人 他說 剩下一個人該怎麼辦 問他父母的照片呢 沒有 一張也沒有 整個房子裡簡單到只剩下單一顏色 最有色彩 最耀眼的是表框的獎狀 獎狀在這些貧困家庭裡總是喜目 孩子能擁有求學機會特別珍惜吧 重視教育的外婆餓肚子也讓我來吃念書 但這乎兩個孩子在慈濟系住下徒學 在細節裡的裏面是在這裡 我們有什麼的 還要吃到嘴唇 撒在竹片上 力量太重就聽到碎裂聲響 動作大一點 吞吞震動 雨季落來風雨飄搖 简陋的屋里 在收到慈祭新年礼时 母子三人露出了笑 留一口饭 留一把米 日子苦更具同理心 知足也慷慨 贫穷没限制了善与爱 尽管单瓢履控 人贫中不失 人穷 环境穷 心不穷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加纳一位年轻画家 她笔下的长者肖像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